腰酸背痛知多少 腰酸背痛大家都晓得很多是知识不良 那有很多病理上的原因 那我们今天就touch到一些 就是主要讲一些退化性关节炎 还有骨质疏松 还有内风湿性关节炎 我们就讲这些 这有关于腰酸背痛这些议题 好那看到骨质疏松 那个可以看到左边那个slide 左边是正常的骨 那右边是有骨质疏松 那骨质疏松就是 你也看到就是右下角这边 就是骨头它的密度就比较松了 那骨质疏松大部分都是因为老化的关系 引起的 那当然也有其他的原因 比方说你那个长期的卧床 长期的坐着 不动这个也会引起骨质疏松 然后有一个观念 就是说骨质疏松会不会引起疼痛 一般来说骨质很疏松的时候 不大会引起疼痛 除非要有骨折 OK 那那个影响到你的膝盖 那就才会有这种膝盖疼痛的现象 那还有另外临床上你看到骨质疏松 有时候把那个 那个等于说看到下面一张slide 就是你可以看到左边这个人是年轻的时候 就是挺着的 可是到了老就是那个会驼背弯下来 那时候有时候压到 也是骨质疏松引起的这个脊椎就弯了 那压到这个神经 那也会引起疼痛 OK 所以有时候疼痛太厉害就变成要去开刀了 然后我们在看到骨质疏松的时候 想到的这个保健品就是钙 OK 那如果关节痛 比较想的就是补关节的 那个就叫做顾可宁 就是不一样的东西 那我们再来那个观念 就是有一个观念就是 如果是等渗透的观念 如果是一种钙的剂型 它是等渗透的话 你看左边这个五分钟 它就可以开始空腹 五分钟就可以开始吸收 然后它吸收率到达90到95% 可是右边这个 它是一个剂型 就是一颗一颗的 那它在我们的那个stomach里面 就是在我们的胃里面 会停留40到4个钟头 你看这个时钟 那这个时候就比较难吸收 那这个所以大家都知道说 等渗透的剂型当然是比较好 然后接下来 钙是我们骨头跟关节牙齿 对不起 钙是我们的骨头跟牙齿的主要成分 然后它能够支援我们的正常的肌肉收缩 还有神经的健康 还有心跳的节奏 还有血液凝固 我们都需要这个钙 所以钙这个矿物质在我们身体里面是非常重要 那那个金钱症候群引起的不是 我们如果给它一些钙它也能够舒缓 然后接下来那个鎂 鎂是这样子 我们这个鎂按这个剂型里面 就是这个爱上它强钙配方里面 它有放鎂在里面 OK 然后这个鎂到底有什么功用 我们再讲一下 鎂跟钙还有维他命D 可以互相作用 有那个维持这个骨头强壮这个效果 然后鎂也会跟钙一样 能够促进肌肉跟神经的功用的传导的正常 还有另外一个很重要就是草酸鎂 它是水溶性的 所以如果有人很 就是体内草酸太多的话 它跟钙结合了 那就变成草酸钙的结石 如果里面有鎂的话 它迅速跟这个草酸结合起来 那草酸鎂是水溶性 就比较不用怕说 太多的草酸钙结合 变成结石的这个隐忧在里面 那维他命D 我们这个美亚的剂型里面 维他命D是最好的 它是叫做Active Form 就是一种活化型的维他命D 有些你在市面上买的钙 它不见的是维他命D3 OK D3是最好 所以当然比较贵 可是美亚这个价钱也跟大家比起来 还不算贵 就是说不是贵的 可是它这个里面的成分是比较好 然后D3主要途径就是晒太阳来的 然后它到了Liver 到了肝脏我们就变成D2 那到了肾脏才会又变成D3 所以这个我们已经把它做成是D3 让我们服用的话 这个是比较好的办法 OK 然后D3和维他命D3 还有钙跟那个我们的铁 还有我们也有放一些铃在里面 能够怎样能够一起作用 然后促进骨壳的那个强壮 所以这个很重要 所以我们那个我们美亚的剂情里面就是Calcium 除了是Izotonic之外 还有铁在里面 还有D3 还有那个这个就是因为这样子的话效果会比较好 那接下来还有一个观念就是叫做退化性关节 就叫Degenerative Arthritis 关节炎的时候关节就会痛了 所以大家就要想到关节炎的时候关节会痛 OK 那那个左边这个X光 比较难看出来它是一种开始早期的关节炎 那普通这种时候要那个关节静才看得出来 就是会有一些稍微疼痛然后僵硬的现象 可是到了晚期你看他关节已经变形 而且你看右边这个X光 他关节中间应该很清楚的有一个 有一个关节腔 它的空隙就已经消失 因为全部在X光上面都是白白的 这个就是晚期的比较严重的退化性关节炎 那英文就叫Degenerative Arthritis 然后另外有个图就叫Osteoarthritis 有时候那个有时候叫退化性关节炎 那就是跟这个Osteoarthritis其实是一样的 那退化性关节炎大部分是退化就是老化引起的 可是有些关节炎并不见的是老化 比方说等一下我们会讲 比方说那个有人体重过重 或者是长期的卧床 那他不见的是老化 他也会引起这样子 那我们看Osteoarthritis 左边这个图它是normal的need joint 普通的关节 但是右边你可以看到 它已经它就叫做erosion of cartilage 就是它的那个右边这里 它的软骨都已经腐蚀都轻蚀掉了 然后再看下面那个图 下面那张slide Osteoarthritis 你看它手的关节会变形 另外它这个膝关节它把它放大 那本来它是正常的关节中间 有一个就叫做关节液在里面 那后来慢慢它那个 你看这个 慢慢它这个关节液里面 就有一些磨损的一些 那个cartilage 就叫做软骨 所以你可以看到病理上 就是这样子在变化 以前我看到有一个人 他在跳国标舞啊 跳得很开心 就有一次哦 他也是老化性关节 他就开始一边弄人工关节 后来另外一边又有人工关节 就不能跳了 那我就是眼看着他关节痛 后来不能跳之后开始发胖 所以这个人生的那个 有很多很多事情他都不能做了 所以真的要防止预防 真的比治疗重要 OK 好 那那个我们先讲一下那个 关节炎 它有那个症状是什么 还有它的那个 等一下会讲治疗 那你看哦 关节炎的症状 就是疼痛 那有时候天气变化的时候 它有不舒服的现象 有的是肿 有的是僵硬的感觉 那弯了很久 那个它的关节好容易才弯下来 那另外严重的话 有那个 有那个 那个 畸形啦 或者是缩下去 就弯曲的那个现象 那有时候是会内翻外翻 就是膝盖内翻外翻的情况 所以你看很多老人家都是这样子 好 那接下来 这个退化性关节炎 或者是关节炎 它的原因是什么 我们再重新讲一次 就是老化引起的 有些时候是受伤引起 那有些 那个 像上次有人 那个 我看到大的关节扭到了 扭到之后 它就真的会引起关节炎 那最后钙化 X光上面就看到白白了一片 那 他们有的也比较喜欢叫做骨刺 那有人是 那个老的时候 它因为是老化性的关节炎 脊椎就整个弯下去 那又加上它有骨子疏通 就整个压下去 最后要开刀把它撑上来 OK 那有些人 就是光光体重过重 医生也会叫你说 你体重过重 有一天会变成关节炎 真的要小心 然后它治疗 当然是给止痛剂 那有些 有些时候是给一些 NSAID 就是类似那个 像 类固醇的药 类似 但是它是一种非类固醇的 所以它叫NSAID 然后 当然医生也会 recommend 吃那个glucosamine 就是我们美胺里面 也有这个剂型 我们等一下会讲 那最后非常严重的话 除了开刀之外 它也会开始帮你注射 那个 类 那个 steroid 就是叫做类固醇 或者是泼尿酸 也可以注射 那 接下来 关节方面的保养 要记得就是glucositrin 就是这两罐 那左边这个剂型 是左 也是一颗一颗的 那右边 这是 新来的就是叫做等渗透压的 等渗透的剂型 叫固可宁 然后glucositrin 它能够增加关节灵活度 然后帮助软骨的增生 OK 然后那当然这个 glucositrin跟glucositrin 为什么它glucositrin 因为它的那个 这个 我们里面还有再加上一些东西 它有除了glucosamine之外 也有加维他命D3 还有C 还有一些草药的成分在里面 所以这个 能够帮助我们的关节灵活度 跟软骨的增生 那另外 现在有新的 就是 固可宁 这是爱上它固可宁的 一种粉末的配 那个 那个配剂的剂型 那里面 不一样 里面它放了什么 除了放了glucositrin 就是葡萄糖胺之外 它有放姜黄萃取物 OK 还有放那个葡萄籽的萃取物 那这三个 能够除了抗氧化 抗老化之外 还三个加在一起 有相互的作用 维持人体的活动力 那葡萄胺 glucositrin是一种多糖类 OK 是一种胺基多糖类 它是属于胺基酸 然后 那个是一种多糖类 那个浓缩在我们的关节里面 那像这样子 有助于我们的健康 还有关节的健康 还有关节的活动 对葡萄糖胺都很有效果 OK 所以那个葡萄糖胺其实 很流行 那也很 现在很多的医学报道 都 医生都要用这个葡萄糖胺 能够帮助我们的那个 关节方面的 这些问题 那下面 就有一个名词 就很confused 这叫做 这叫做 Rheumatoid arthritis 就是我们中文叫做 类风湿性关节炎 OK 那这个跟刚才讲的不一样 因为你可以看到 那个关节也是一样会变形 那也会肿 然后也会僵直 那像这样子 一般来说 那个 这种 Rheumatoid arthritis 你要让它去看这个免疫科 OK 或者叫风湿免疫科 为什么 因为它常常都是 自体免疫引起的 所以你看 它的皮肤 肺部 也会 involve到 会影响到生病的 然后有的是 肾脏也会生病 还有心血管 也会有病变 还有在了眼睛 甚至有肝眼症 那神经有那种 神经炎产生 所以这种 就是一些immune 就是免疫方面的系统的 引起的 就是大部分人 我们把它叫做 类风湿性关节炎 好 那有一个老人家常常说 我又骨质疏松 我又膝盖痛 你要记得 老人家都有毛病 他常常骨质疏松 跟那个膝盖痛是一起的 那你记得 骨质疏松 是补那个骨质 所以要补那个盖 然后膝盖的原因 是因为 你要补充 他的膝盖方面的营养 所以膝盖方面 你要记得是 Glucosamine 或者叫 Guconin OK 好 那最后一个观念 就是说 如果有人问你说 爱上他 我给他买这个 Guconin之外 还可以保健 其他保健品 一起用吗 当然是可以 我就把它列出来 你看到 那个 Omega-3很重要 因为 Omega-3能够 Anti-Inflammation 就是抗 抗发炎 这个Omega-3很有效果 OK 所以很多人除了知道 Omega-3对心血管保护以外 对皮肤很好 对关节也很好 然后对我们的 那个 尤其是 Athritis 关节方面的抗发炎 也很有 很有它的保护的效果 所以第一个 你要想到是 Omega-3 然后我那个 Omega-3旁边 我放一个 Op-C-3 OK Op-C-3 你也知道抗老化 就是抗氧化 那 Op-C-3是一种抗氧化剂 抗氧化 所以抗氧化 就是抗老化 如果抗老化 能够延缓我们的老化 那很多老化的现象 就会延缓的发生 所以这个Op-C-3 可以那个 可以帮助他们 然后除了这个 顾肯尼以外 你也知道 钙 可以防它骨子疏松 然后另外 右边我又放了几罐 Op-C-3加上ATX 或者Op-C-3加上 长青配方 以前我们常常讲 很多抗氧化剂 多重的选择 有1加1大于2的效果 所以我每次 他们买Op-C-3 我都常常跟他 recommend一个那个 ATX或者Op-C-3 加上长青配方 因为1加1大于2的效果 OK 然后再来 维他命B的粉末 这个也能够帮助他们 那维他命B之外 如果他想要买 综合维生素 我也觉得可以 因为你可以recommend 他综合维生素 加上矿物质 所以就是根据 大家的那个budget 大家那个 可以 那个我们可以帮助 他配的一套出来 这样好不好 所以我今天先讲到这里